肥美的蚵仔下鍋 淋上特製粉漿 撒上韭菜 煎熟翻面 30秒後加上一大把青菜 蚵仔煎到有香味 最後淋上醬汁 一盤蚵仔煎新鮮出爐 但你知道嗎 蚵仔煎裡面的菜 每個季節都不一樣 農陽署最近在網路上分享 列出国民美食柯仔煎 最常使用的四種菜 有柯白菜、小白菜、空心菜 還有豆芽菜 民眾最喜歡吃哪一種菜呢 比較喜歡吃小白菜 蚵仔煎的那個口感最好吃 豆芽菜平常是很好吃 可是搭在蚵仔煎裡面 就會覺得沒有小白菜那麼的夠味 我覺得白菜跟那種黏黏的東西最搭 哪一個最搭 空心菜吧 很難咬 就咬不爛 蚵仔煎跟什麼菜最搭 看法不一 實際詢問豆芽菜、空心菜 很多民眾都不愛 甚至有人說是斜門歪道 四樣青菜當中 只有小白菜最對味 天災都用到那個豆芽菜 以冬天來講可以選擇小白菜跟蛋鹅 這樣下去搭配來吃 業者表示小白菜、柯白菜 因為季節性最常使用 豆芽菜則是四季都有 而空心菜十個客人 可能只會有兩個人點 非常小眾 也有人不愛吃菜 選擇不放 而阿珍跟什麼菜搭配最對味 消費者口味喜好都不一樣 三天新聞許世廷、淳雲安高雄報導 下午後 下午後 下午之後 內野人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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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